引述部分的话,基本上各位可以参考加减乘除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一定是哪一个运算元,加一个运算值,再加一个运算元 比如说85加上34,这个地方一定会把85加34结果秀出来 不过有几种状况不允许的,比如说怎么呢,各位可以试一下 假设如果今天除的话后面是0,那一定是不正确的 那要秀出什么,除处步的为0 另外的话呢,85乘85,乘的话要用这个符号 然后如果是用这个百分比的话也不行 所以格式错误,秀出格式错误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也是85加这个A多出来的,那也不行,格式错误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用几个,这个地方的话用几个配置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配置出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这边是先建了几个配置 在JVD206这边按右键,执行为,那我已经建了好几个配置 分别是加,比如说这个地方执行出来 那加的话就把加的部分秀出来,那没有问题 在右键执行为,那里面的话我执行这个配置 乘的话呢,应该也没有问题,把这个乘出来 然后再执行,执行配置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85A,乘10的话也错误 所以讯息就要,引述格式不正确 然后另外执行为,这边有两个乘的话 执行出来也不行 如果这地方我是X,这个应该是,错误是在这一行 这边是X,如果R2,2的话是第二个 如果他不是,这个地方没办法强制转型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假设给他的不是一个可以转型的 比如说是一个X的话,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会产生L的Exception 所以这地方还要再做一个判断,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的话呢,执行为,还有什么呢?除0的话也不行 除以0的话必须要跳到哪里呢?跳到这个地方 除入不为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等于其他的 还要必须再判断,他如果有Arrow的话 要必须什么?把它Catch到 所以前面有讲过Try Catch 如果说他填入的是,不是一个数字,就不能转型 所以这里的话还要多一个Try Catch 那我先大概把我的程式的流程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从那个参数里面取得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先第一个,判断参数是为3个 如果呢,他不是3个,比如说像85多一个A 比如乘上10的话,那就是他的什么呢? 参数数量,因为中间都是空白 不为0,不为3,不等于3的话,就是不止3个 可能是4个,或者是2个都不对 那就秀出什么呢?格式不对 请使用这样的格式,这边有换行符号 就是你要Concrucate后面的话,就是哪一个 加哪一个等等这样的格式 那反之的话呢,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的运算圆 运算值,如果是加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 最后传到参数 这个是一个answer 等于是我们这边建一个double 把最后的结果先放在这个ns里面 那反之的话,如果是减的也是一样 反之的话是除的 那除的话里面呢,如果说 里面我们取得它什么呢?n1 n1实际上就等于是 等于是n1的话 等于是第三个 如果为0的话 123 它如果为0的话,那就秀出这个 就是不得为0,然后呢 把系统跳离 跳离的话前面我用过 就等于整个跳到最后面就结束掉了 OK,那最后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相除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else if 如果是略过这地方 大小写 这个小写跟大写都可以 X那把它相乘 OK,然后 反之不是其他的话呢 那就应该跳到这个地方 请使用加点成数的符号 但是这个地方转型的话 可能第三个如果说会有问题的话 这边还要再多一个try-catch包袱 那格式部分 因为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我们用一个printf来做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稍微想一下 当然呢 你会发现传递参数 在dose底下很简单 你就class 然后传参数 可是在window环境下 多么还是会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在 这边改成Jrion Pen 我觉得会方便很多 然后用sprint把它做切割 比如说这地方85 空一格加上 空一格 加上10好了 按确定 当然输出的话也可以输出到 那个show match dialogue 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参数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 各位也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OK,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试则运算的部分 比较 我想比较有问题 比较困难应该是这个if Ls if 不过这个部分 我想前面我们也练习还蛮多 Ls 这个多层的逻辑判断 最后会有问题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 在这个地方 会有error error exception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会有可能有error的话 可以利用前面我们所讲的 就是在这边怎么样 去做 exception 就是error exception 就是错误 可能会跳 会有发生错误的部分 你可以做什么呢 把它选取之后按右键 然后呢 有个包袱 tricage包袱 就是说呢 在这个地方 它自动帮你包袱 也就是它这个地方 会去侦测 如果有错误的话 该做什么样的处置 所以这边的话 有error exception 然后会跳到这边来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会做的处置就是 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这边一定要做 比如说有错误的话 这个地方 可以跳到错误讯息 格式错误 应该是这个格式错误吧 跳到这个地方 让它秀出那个格式错误的讯息 然后并且怎么样 不要继续跑 那不要继续跑的话呢 就是让它跳离 所以可以在这底下呢 让这个程式就在这边中断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我今天把它save之后 在执行这个配置里面 有两个 就等于是 运算源也是成的话 那会产生错误 ok 然后它就会跳到这边来了 基本上 那会try cache包覆之后 就会避免掉 这个exception错误的问题发生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因为这个地方 会多好几个配置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配置也很麻烦 每次要增加一个配置 然后再执行 所以 等一下请各位 也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J option pen 那这样改下去 你就会发现 这个很灵活 比如说85 空一格除以2 它除中间 中间一定要加空吧 按确定 最后结果就是秀出来 就有点像一个计算器 那执行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85 空一格 加上 随便加一个52好了 ok按确定 那格式正确的话 就会秀出来 可是如果今天格式错误的话 85 除以 空一格 中间一定要加空个 零 有没有 不为零 然后如果我这边85 刚刚是这样子符号 假设是错误的符号的话 我应该会catch down 按确定 有没有 这边会错误 ok 那这边的话我想各位试着 把刚刚的那个 引述部分 那我是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个上面 引述本来是 要透过那个配置 那我这边就简单写一下 用JRChampagne show 的这个地方 但是而且我这边用了一个就是 也是 JRChampagne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不需要再传给另外一个 字串 直接用它用什么 匿名物件 后面把取得的 取得的结果 直接怎么样 后面再加一个Splitter 也是可以 更简单 之前我们是这样 先把前面的 纸先取得之后 再来切割 那这个地方我要更惊奇 就是直接拿它 传进来的东西 直接做切割 然后秀出去的部分的话呢 只是把它改秀 Match Dialog 其他部分都一样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